大家好,我是霹靂熊,我是霹靂熊特 話說我做影片以來 似乎一直都看到一種原因就是 現在的霹靂都好爛 最後也嫌得好看之類的 這樣我必須要很公正的說 拜託明明是每個時代都各自有爛的千七百怪代記檔好嗎? 在霹靂風起雲擁有的四十年歷史場合中 有那麼幾個至今 任為人津津樂樂樂的大規模氣坑事件 各種奇葩生展開 從角色的集體實意 到集體整容 然霹靂熊特竟然騎士的穿了過來 應該足以證明我是霹靂正在粉了吧 反正今天就來吐槽一下 詩星覺得目前看過最爛最難看的八檔 話說原本是想先做詩星最愛經常推薦的 但我想多補一點舊凡 怕遺漏一些好作品很可惜 因此就臨時決定先來做詩星最爛吧 哈哈哈哈 第八名 九輪瞭遠 其實這檔會上榜的原因 反倒不是因為他難看 而是當露坑的難度比較高 這就是今天上榜的參賽選手中 首次我覺得問題比較是出在技術層面的 本當初要講說是侵略苦境異世界 九輪天的故事 其中最大的問題大概就是 跟差不多時期的幾檔相較 九輪天之前的造型真是一致的難盡 你必須要忍著眼睛的不是 看著這一堆人五顏六色非常詭異的打扮 一邊吸收劇情 尤其是前幾集異常痛苦 而且可能是因為這檔有很多大規模的戰爭場面 因此很常出現各種用動畫來代替 尤其是挺尬的 並且仿佛是前天腦內記憶體還沒過在 這檔採用一種全新的雙線敘述模式 這種雙線的外界傳統之後 會直接變成三線 同時有清河紀元、九輪紀元和萬界紀元 三個時間線的故事各自平行發展 非常燒鬧 然而當你忍受九輪天這些人 奇怪的土豪造型之後 這檔其實講述九輪天的五國劍 只是但殘酷的鬥爭歷史 九輪天最強的國家驚奇帝國 拿著最熱血的劇本 皇帝天之熙勤政愛民 皇后月之熙精明算機帶終於國家 繼承天乍看高潔但未善 玉承倫和雀靈台 是假在眾國之間的小國 只能夾縫裝求生存 就是殘酷傳統的摩西帝國 和野心頗旦的重墜冥邦 這是主要侵略製造戰爭的一方 歷史的蒼山最終會勝過 你對奇葩造型的在意 這是應用硬實力 來突破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吧 第七名 戰獲鞋神 後續技能是之前 6萬訂閱QA影片提過 戰獲鞋神大概是個人覺得 最難看那一檔 現在還已經掉到的第七名 祖可見人生真奇妙 戰獲鞋神處於一個很尷尬的時間點 很尷尬的地位 有點不知所云 那就是一隻超暴殘的鞋神正在復活 只能上一檔的兩個主角奉天逍遙 剛被飛翔軍給幹掉 這檔一開篇耶穌會緊接著 為了阻止飛翔軍臨此前引爆的血暗直立 把自己也給封印起來 這檔就是在這樣主角全家線 強敵降縮的懷經下開始的 你以為接下來是不是要生理土炭了 不 接下來的超過二十幾 這五壞人集體擺爛 因此找到了奉天逍遙和耶穌全都復活出關 一直一臉一切金在掌握的鞋神 一直到下一檔的一半才終於陷阻整身 結果這檔最大的Boss 竟然是因為吸了太多血暗直立發瘋的耶穌 於是接下來大部分的劇情 大概就是耶穌還保存在上一檔的進度 我要卻消滅龍獸 然後把正當王暴揍一頓 而其他人就很努力讓他清醒 戰火結成這個名字簡直詐騙 只能說就是一個過度的時期 雖然你已經很棒棒 但真的反派很不給力好嗎 第六名 霹靂霞峽峰 和戰火結成同屬新魔系列的霹靂霞峽峰 已經算是這系列的尾聲 因此面臨了一定程度的戰力膨脹 和崩壞的問題 大概的情況就是前面頂多一兩檔打一神 光是一隻八旗血神 就打了快三檔還沒死 一隻虛無就縱橫兩三檔 而到了霹靂霞峽峽峰 大概是直接火大蠟 編劇直接一不小心 摔出了六張UR卡 於是場面上竟然同時有之前的八旗血神 虛無 再加死神 炎神 太奇神 叫武神 再加其他名字裡面有神 但是那實力和格調 跟神就沒太多關係的傢伙 直接變成神仙打架 祖神大亂鬥 其實嚴格來說 這個時期絕對沒有後戲列那麼的災難 至少草面上很多什麼秘魂一直在刷戀 但本作主角玉龍真的撐不起來這裡的主線 就說得有種嚴重超級風天逍遙 和風速戀的感覺 這大概就是讓天機和風彩霓談戀愛的概念 被評選為何圖十字第二名的玉龍女士 作為這檔的主角 負責擔當統籌正道 搜集歷神七皇 以對付同樣位列何圖十字 特殊女友夢靈心所同意的邪惡陣營 設定詐心是很帶幹 現在實際情況就完全不是這樣了 這個何圖十字的設定真是挺崩的 現步出一則他們這個篇章結束 何圖十字又一直沒湊齊 等待哪天冰營劇這台補票 夢靈心後來更是莫名其妙就會收走了 而玉龍女士 曾經再踩靈心的餅和神志 其他不太行但囂張第一名 所以就當他的計謀如果出了任何錯 你就很難去同情他 只會覺得他是自找的 相較起來排名第四的秒風雲 大家可以直接奪冠 你們都在幹什麼 而真正的奉天逍遙 被發配去打非常覆覆覆覆覆 戲份非常少的延伸附線 從此淪為綠葉 但不得不出逆神奇皇的設定 順利有點套路 但還是有帥到我 我就勉強給過 今天人言之就是算是非常無功無功的一檔 就只是稍微比較高級一點的 傳統無辣熱血蠻 但至少我家的天氣還是風天下 的組織上擔當 那我就會勉強原諒你吧 第五名 消謊論戰 這一檔在霹靂歷史上 可以就是佔有14級的地位 那就是這檔播出之時 正值著名的霹靂片場大火事件 燒掉了大部分的稀偶 因此不僅所有的稀有緊急大喚洩 卻替為整形 除了我們貢獻的獻子獻奇 竟是我們皇代造型之外 據說劇本也因此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改 都市傳說就包含 原本沒預期讓他那麼快死的地震 只能讓他強制下線 莫名也有點傷心 而這檔的劇情主要就是 來自4系界三國的三位多角隊參與社 在苦境界被魔王的應許之力交叉感染 互相火拼的修羅場 刺激是刺激 但魔王子真的好噁心 沒錯這個男人 大概就是這檔最讓人不適的最可獲獸 曾經有人說魔王子這角色很特別很創新喔 拜託日本東方幾乎每一部的大魔王 都是這種毫無邏輯 自人性萬為的反說會瘋狂分子 這種角色其實非常扁平 因為他任何決定都不用擁有任何邏輯 反正魔王子的所有行為出發電 就只是因為他好無聊 而更不幸是這時期的武林 是有腦的兜下線 這反正是在撂線 消博挺狼肥人家沒底線 所以面對魔王子這種徒有武力 作為是玩牛不講智謀的混亂分子 其他主角們是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就只能被他狂辯 就讓人覺得編劇是不是平常壓力太大 竟然用這劇情來毀滅世界 第四名 動機風雲 頭到霹靂翻用14級的一大事件 大概就是發生在動機風雲的指戰勝因事件 故事被警示前面豪幾檔 鋪成了許久的聖魔大戰 眼看天之力解封 天之佛五相合一 結婚了五劍八力 正前雙方眼看就要上演一場 進行天地氣尾聲的大決戰之時 突如其來 一隻蟑螂蓋上了指戰勝因 直接強制叫停這場戰爭 全物理人員直接強制死意 強制開始了全新的劇情 據說當年的指戰勝因一蓋 不知蓋掉多少道有犯人戲劇 當然笑到還在這裡嘛 諸葛證明人家的愛嘛對不對 哈哈哈 不過當時這操作 這人就讓我差點嚇不要嚇掉了 只能在生戰開可以 後續劇情接不接著豬這生戰開才是關鍵 只能在整檔下來的個人結論大概是 1.可憐天之佛 呃蟑螂真的好噁心 猛猛只知道蟲都還剩下眼霸 但是這隻蟑螂真是從人品到外型 全然都是這麼的始終如遺 畢竟是真的要明白 你創作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優點討厭的東西 真的很無趣 沒有人想看一個你喜歡的角色 一直被一個不聰明美魅力 只是利用訊息一插就能稱霸世界的害蟲虐霸 只能做出一個單論觀音體驗 那動機的鳳雲可以說是最不好的一檔 奉上層故意設計問菩提 這樣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真相 但他那個局勢皆對我獨心的慘況 而除非你是空叫到這檔 不然一路開下來的觀眾 就會有同樣的痛苦 明明你知道所有的前一後過 但就看著一無所知的主角們更能做蠢事 你就很想撞牆 玩人要上電視角看狼人殺 我是多麼希望止戰勝利能讓我也失憶 其實反倒正片都很不然 不只個人對這檔比較不滿的原因 大概是因為他前面兩檔表現太亮眼了 就顯得這檔非常無趣 再配上蘇派眾人 一貫的打仗有坑隊友坑前輩 讓其他認真打主線的角色成了個笑話 話說原本地圖上最大的boss 是實際同胞族已登上魔王壁畫的天色真龍 原本主角們和天色真龍的廝殺 那就是一個慘烈 一夜叔叔反正五大行主紛紛遇難 於是剩下打不過天色真龍的主角們 竟然直接投降了 當時搭起了冗長的醬油 而更好笑的是天色真龍有個稀勒心靈 就會性行大便的人設 一直吸到第六課的時候他就突然頓悟了 然後就莫名進入賢者模式 直接想出家去了 就... 就當什麼趙世銘的莫召奴三傳人 就叫全體擺爛打醬油 就算兩個和尚悲劇 賣死心和殺手認真打主線 這種眼狗如我直接對這兩個 完全算不算美男的好員工好感拉慢 有的時候跟蘇緩真 他拿著黑色會好成立門一比 你只要認真做事 直接就成全武林最上大俠的大俠了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氣功整形吧 第二名 轟測天下 是指證明當你發現霹靂塔的步驟名利 有轟這個字就快跑 其實嚴格來說 轟系列都差不多爛 但轟系列四部中 如果要掏最難看的兩檔 那就是今天的一二名 相對轟廷剛哥和轟廷見海陸 這人都已經比較沒那麼爛了 這檔其實也是主線 非常智力破碎一檔 比較明確的故事線 應該是深夜的皇家鬥爭這條線 但我覺得更無語也大概是主角這邊的劇情 本組主角的PA大部分很多成員的海報不同 我們可以看到完全全天一石賭秀 很明顯讓他當唯一男一 只能來就是捧殺啊 曾經我看過有人評價全天說 設定是真的很帶幹 但給他寫劇本也是真的爛 莫名中坑 在冰封局化成劍皇之前 全天無論是實力和魅力 全天也稱不出轟車天下的主角大位 我覺得是跟一起六個狗三角爹一樣的問題 那就是為了談戀愛而談戀愛 因為發現全天幾乎所有的劇情 都是圍繞著愛情和肌肉情發展 為此所有男人都恨他 破了如雙蒲公一莫名到天 一天紫莫名就要下毒手辣手催CP 不只要散熊妹 莫名就是救生天恨吃入骨 解力要幹掉他 這一切只是為了打到原物槍救生天兩人 羅喵與羅喵相愛相殺的結果 就這感情真的有點單薄 這次我不想張華霹靂其他CP來對比 反而是一部澳交美少女夏羅特 少說看得下去 也很喜歡的日本少女漫畫 吸血鬼奇事 這就是一部非常傳統的狗血吸血鬼少女漫 各種苦科哽人受戀 可以說非常刺激 實在這部你以為只是親親愛的動漫 但對主的核心矛盾卻是異常的正經 男主主張毀滅吸血鬼一致不留 女主主的智力讓吸血鬼人類和平相處 這也成了兩人之後逼的最大原因 被不少人戲稱 踏射一部被愛情耽誤的戰鬥漫 真正動人的愛情或是激情 其實往往反映在雙方的靈魂價值的碰撞 而不是只有一天到晚有壞人才像我們 那真的有點工業躺景 第一名 轰動武林 在霹靂最爛的紅系列四部中 再選一部爛種直爛 那紅洞武林不上榜簡直沒有甜蜜 這部唯一的好處是 你看它的時候不會無聊 反倒是你會一直被蠢到修下線的劇情鬥效 可以說是和他同名的偶皮紅洞武林一樣 時空斷刺激 這通常是個你幾乎找不太到主線的故事 有非常多你以為很重要 但編劇協議協都變不下去 乾脆直接擦擦三個便當 帳塔滾的悲劇角色和設定 所以我們曾經做過多隻影片的各種奇葩勾斜愛戀 如布祥城的後庭化男女雙奶後宮團 其羅商的美男後宮團 鬼皇帝變的流氓世界 還有超一族的石花虐戀 全都分布在這個時間段 同時集齊那麼多條讓無語的感情線 這樣整體的劇情非常之無欲 非常之混亂 是暗自高潮的諜氣 但真的是傻到讓人發瘋 而即便是不看愛情相關的線 正經的主線也是隨向隨到 前面寫的設定後面就忘 飛漲的失控 各方霸主曾共先傻來驚人的退場方式 像之前那幾個遭到編劇月內所害的悲劇心中暗喜 跟之前有一筆 我還不算死得很隨便嘛 我前面挑幾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殺眼案例 一起請個姬姬 設定上可是戰雲界最強的戰士 頂著非常嗆辣名字的朝天賢 她的嗜好直接霸氣外露表示 勝負有我不有田 敗我不存 哇好嗆 就算你以為她就算不是紅神穴 至少也該是姬霍王的程度吧 不 她 你以為我要說她是喜悅瑩嗎 不 喜悅瑩好歹就存活了100集以上好嗎 號稱戰雲最強的朝天賢架都沒打擊唱 直接被壞出交流的公武後 順便兩三交就砍死了 存活時間僅18集 另外妖界大概是這種腹泻式劇情的重災曲 我就沒看過死了這麼快的老伴 白妖露原本分成三果 三果老大不停震整個妖界的老大職位 於是一開始有重要種 醃製最高的妖狂奪得大胃 自然殊不知這男人除了鹽之外什麼都沒有了 為了救她自己的老闆玄謊 就自願行程掛了 存活僅14集 妖皇時候和他的老闆玄謊 接棒成為妖界的老大 但他此時令國的老大封世莫 也想當老大 結果慾棒象徵 第三國的老大厭武上橫空處事 把他們兩人都打趴了 成了妖界唯業的老闆 玄謙願效忠 看電子封世莫就被打死了 存活僅7集 雖然玄謙也沒好多少 不用多久才被迷打給打死了 存活僅15集 而最後的贏家厭武上 聽以為他就會從此開展他自己的霸業 不 出場10集 他為了提升自己的力量 結果力量失和莫名把自己給弄掛了 要不是鬼皇地獄變之後把他救了回來 他的人生也僅存活10集 而是死得最醜的那種 在一堆莫名橫死的魔王加起來 存活的時間都沒有希望 以一個人獲得救 就知道此時的軍情有多麼的失控 反正就真是傻到爆笑 最難看了一檔十字名歸啊 那你覺得P哪一檔最好笑 喜歡這影片記得閃個讚 也別忘記訂閱shout 否則也會有一堆雜魚 竟然莫名要叫你麻煩 也歡迎來到車輪會員 一直收看剛剛的NG影片喔 夢想們的小朋友 大家很感謝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 掰 其中最大的問題大概就是 耳道都霹靂霞峽風 大概是直接火大蠟 編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大概就是讓天氣和風采靈 談戀愛的概念 不 笑柏停上飛 人家沒底線 笑柏停上飛 笑柏停 一直吸到第六課的時候 他就突然退霧了 然後就 笑柏停 然後就莫名建立羅賢陣魔 我試想 笑柏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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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霸主 分分共先傻的金額 對上法師 笑柏停 笑柏停 笑柏停